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巴嘚。 上一期吐槽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反响不错,观众朋友们是踊跃留言, 你就说你们多损。 人家讲正经知识的时候,一个个在那儿猫着不回话,这说点插颗打魂的全来了。 你说也挺逗,整个晚会不温不火的,当个背景音过去就得了吧, 结果春晚栏目组还非得大年初二了再给自己找找存在感,开始播什么幕后花絮。 不是说谁谁谁临阵就场了,就是女演员上台前高跟鞋断了, 揣兜里展现了随机应变,这可真是没有困难,创造困难。 这下群众们又有话题了,开始聊为什么春晚不仅不好笑,还错误百出, 每年播的那么多款,究竟又进了谁的口袋,哎呀,赶紧悬崖勒马吧。 毕竟春节期间,大家没什么忙活的就剩吐槽姐妹儿玩了。 哎,不过你们发现没有,今年春节还真是有个变化, 那就是过去没完没了的抢红包,今年倒真是不流行了。 可能确实是因为经济不景气,所以谁都不愿意再当散财童子。 过去一过零点那拜年短信叮叮当当响,现在一看基本都是群伐的。 好多人对此还表示不理解,说多不真诚啊,也感觉不到重视。 其实啊,何必太在意呢,本身都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,知不知道名字又何必呢。 当然啊,也有那个聪明的,反过去一脸忧愿的找人家,说你连对我的拜年都是群伐的, 再配上小鹅红包,结果对方一看,老脸一红,就不得不给你回礼, 听说已经挣了一千多了,不信你们也可以试试去。 不过啊,泡在网上的时间少了,反倒家人朋友能坐下来聊聊天。 当然了,也有不少聊着聊着就吵起来的,人类呢有的时候就是不惜福, 在一起了打,分开了还想念,不过这种一大家人的情况别说二十年, 就是再过十年也可能很难看到了。 从八十年代有独生子女政策开始,家庭间的联系和牵绊就越来越少, 以至于十年后,当老一辈人都不在了,生活就剩了一家几口的小团体。 而更估计些的,或许就剩了自己。 时间总推着人往前走,而生活里不变的便是变化本身。 上一期咱说春晚没了李古伊老师, 似乎在老江驾鹤西去之后,文艺界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落幕。 而转天就传出消息,说宋祖英已经移民去了境外势力呢, 气得一众爱国群众那肺都要炸了。 毕竟啊,宋祖英不似其他演艺圈的人士,他是有军衔的,文职二级,官职少将可谓不低啊。 不过文艺工作者能成将军也算是中国的一塌特色了。 而至于祖英为什么能有这个地位,甚至于当年在维也纳金色大厅还能动用海军的军饷开音乐会。 坊间都传言是因为他跟老江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 而回溯他的歌唱生涯也可以看出啊,从发迹到扶摇纸上,都跟老江的任期吻合。 而从2012年老习上来之后啊,春晚就再无阻影。 而被发现最近润了的不仅仅是他,还有老毛专业户著名演员唐国强。 不仅夫妻二人被拍到在入境安检处一脸严肃, 而后期公开跟朋友的合照,以及背着手看风景的照片,人还是那个人, 但是背景从举子周头变成了境外势力。 呵,这生气的又一大堆,连带着把前两天回国的冯小刚也骂了。 说要不是因为大家发现他跑到海外,一致声讨,他是不可能回来。 还说什么不过是送女儿去上学,你看看,这阶级矛盾多深啊。 扒拉扒拉手指头鼠鼠,这几年润到外头的人还真不在少数。 不管是演艺圈名人,还是商业精英,甚至政界权贵的家属,那是能走的全走。 你说他们都傻,那不可能,要么是有内幕消息,要么人家就是对党的体制看得透。 这不,年还没过完,幺蛾子又出来了,江西东乡政府公众号又发布了一条让人毛骨悚然的新闻, 说要开始组织免费检测,而且择日不如撞日,初四和初五两天全区执行。 好,这运动的风波还没过下俩,月子又回来了,实在是太快了。 通报里字里行间,没有自愿俩字,这副我是为你好的腔调,一下子就让群众来了气, 于是网上声讨的声音不停。 毕竟卫健委前段时间已经发过话,说春节后必然要来一波, 所以现在这检测就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,是不是寻找理论数据支持的。 面对群众的唇枪舌剑,这回江西东乡服软的也很快, 立马站出来装怂,说我们这是自愿的。 但是被曲解了呀,没想到,底下还有一堆所谓东乡人给政府点赞, 说没错,别管这些网上的风言风语,你对我们好事真的。 呀,不管是不是水军,这一下子突然让人联想到了前两天受庆丰地委托, 研究台海局势对中国产生的影响的专家高翔身上了。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,这哥们儿一辈子没干别的,光颠倒黑白,运凭是非曲直了。 而去年8月份,这哥们儿就主导写了一篇文章,给闭关锁国政策平反。 他当时情真意切地表示,闭关锁国并不是执政者固步自封, 而是通过这种方式,维护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自给自足。 不仅预防了侵略者,更保证了国家安全是大智大勇。 你还别说啊,这个说法确实有不少小粉红买账,还站出来科普历史呢。 说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闭关锁国过,由政府主导的贸易活动,其实一直都在进行。 可不嘛,你私人干没进出口许可就不合法,钱全让官老爷挣去了。 也对,这确实不叫闭关锁国。 哥现在的话讲,叫双循环下新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,确实没什么问题。 而老习敢在大年前,让手底下人研究所谓武统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, 其实也是多此一举,毕竟土皇帝做的稳,又不会少了他一口御贡, 封不封锁又有什么关系呢,最多是老百姓着急了。 而憋着的话到这还没完,这两天政府又玩命吹风, 到处问春节期间,基层和农村是如何防护的。 得到啥也没防的答案,下一部新闻就出来了,说乡村医院跟返乡朝赛跑, 入住率120%,合着走廊都站马了。 哎等等,这桑植县不是前两天领导呼吁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那个吗? 原来后手在这儿呢?总之吧,新的一年基调已经定了, 人家就是要找准机会,见缝插针的恶心你。 哎,这样一说,那这些最近跑路的,似乎就更能理解了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,你们对于最近中国从名人到百姓纷纷润出国这个现象怎么看呢? 而年还没过完,中国又吹响了运动的号角,是不是贼心不死呢? 欢迎留言,评论,吵架,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,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,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,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 赶不贯,下期再见,拜了个白。